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逸 俄乌近几天在多地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两国总统也分别就战局发声 北约方面则再次表态 北约不是冲突一方 也不会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具体情况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俄乌双方在多地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称 黑海舰队海军陆战队在库尔斯克边境地区 摧毁了一支乌军装甲车队 这支车队试图深入俄罗斯境内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就库尔斯克局势公开表态称 乌克兰方面在俄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 未能实现既定目标 同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荷兰首相的联合记者会上透露 乌军正在库尔斯克战线上按照计划达成目标 且已经俘获了超过600名俄军士兵 另一局外媒报道 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9月第79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进行会晤 报道称 对乌克兰来说 这将是说服美国取消对乌军使用美制武器 打击俄罗斯纵身的限制的最后机会 据英国媒体本周一报道 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 无论北约是否反对 波兰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 有责任在俄罗斯发射的导弹进入本国领空前将其击落 报道提到 与乌克兰陆地接壤的北约国家 包括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四国 不过北约发言人在谈到波兰外长的声明时表示 北约不是冲突一方 也不会成为冲突的一部分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苏女士 那我们看距离8月6号 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州 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 普京总统说乌军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 而按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 是正在实现既定目标 而且还俘虏了俄军士兵 那对此你怎么看 说到这个乌双方各职一词 这当然是常见的现象 所以西方的表态耐人寻味 当乌军发动越境打击行动之后 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西方 为乌军进行打击 声称越境打击行动是取得了成效 而是认为乌军这一次的行动 是一次豪赌 最终的结果恐怕是得不偿失 有几方面的判断 第一方面认为乌军的此次行动 是俘虏了俄罗斯方面的战斗人员 但是换服是不可能产生 这种政治和战略方面的目标的 那么另外乌军也在承受着消耗 当然对库尔斯克发动攻势 是希望能够调动俄罗斯在乌冬 前线的一些精锐部队 但是乌军没有达到目标 反而因为自己的一些 经过训练的比较成熟的 这种精锐部队 从乌冬前线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 使乌冬自己处于 更加不利的这种局面 而同时我们观察到西方的反应 一方面西方指责乌军 选择了错误的战术 认为当前的这种战术 使乌克兰再次没有考虑到 沉没成本的问题 认为乌克兰方面出现了失误 最终会导致接连的 恶性结果的产生 而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此举 当然是希望西方提供 更多武器装备的支持 包括能够对乌军 使用远程打击能力 针对俄罗斯纵深目标 进行打击来进行松绑 但是这一次越境打击行动 反而是引起了西方的 更多的质疑 在军援升级方面 有更多的顾虑 杜先生 根据相应的观察 我们看俄黑海舰队的 海军陆战队正在 库尔斯克参战 那俄罗斯方面 为什么要派这样的 一支力量 在库尔斯克州 进行相应的作战 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首先是快速增加兵力 因为乌克兰的 五国里1.2万人 速度很快 而且向前推进的 趋势相当明显 这个状态下 在库尔斯克防守 都是边防军人 都是轻武器 没有办法与突进的 正装部队进行作战 这个状态下 如果组建边防军团 时间很长 所需要的资源 如果不能够到位 战斗能力有法形成 如果能够把具备 快速机动能力的 第810旅 快速从黑海方向 向库尔斯克机动 这样能够增加兵力规模 至少从总数上规模上 对当前的乌军 可以构成某种程度的军事 第二是建立防线 这个旅是赫赫有名 820旅在库尔斯克参战以后 与他交手过的旅 不下十多个 但是在70公里漫长的防线上 好像他的防守 作战能力非常强劲 在每个点位上 技能防御弄攻 对于遏制乌军 向纵深的推进 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是为反击做准备 如果与当地驻军相互组合 形成40公里加70公里的防线 说明在前线 对于乌军的推进 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如果通过空中轰炸 包括火力突击 大范围高强度的削弱 突入库尔斯克的 乌军作战兵力 同时前线又形成一种 孤弱金汤的防御 这样后续部队到达之后 就可以对库尔斯克 方向的乌军 发起决定性的反击 所以地质作战部队 非常关键 既可以在防御作战行动中 拖住乌军 降低乌军的前进速度 同时对于今后的反击行动 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那另外根据外媒的相关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将在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我们看到 为什么外界将这次会晤 形容为 这是乌克兰说服美国 取消乌军使用美制武器 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限制的 最后一次机会呢 说到最后一次机会 有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会看到 现在西方内部 就如何来对乌军使用军援松绑 还是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所以这个时候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 还有可能来影响西方 尤其是现在美英各执义词 很显然都不想当出头鸟 但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 最终可能会形成一种妥协方案 所以取消限制松绑是有可能性的 那么另外呢 说到最后机会 很显然现在乌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 刚才杜老师也谈到 面临着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反击 俄罗斯在调集部队 来试图对乌军进行围剿 那这个时候 乌克兰要想长期地留在库尔斯克境内 让这一次的突袭 真正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 现在是需要西方支持的 如果西方呢 能够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允许乌军打击 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 那么情势可能会出现变化 那现在波兰外长公开宣称 乌克兰的邻国 有责任拦截俄罗斯的导弹 但是北约方面呢 对此予以反对 您如何看待它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目前刚刚加入北约的 前线北约国家 和这个纵深老牌的 老一牌北约国家 在是否直接介入欧冲突方面 温差特别大 像前线国家呢 他认为自己的位置很重要 小豆宝 所以波兰认为 如果真的拦截了俄罗斯导弹 引发了波兰和俄罗斯 某种这种亚战争冲突 美国一定会给钱 给装备 如果美国今后把自己的 B2-1-12核弹放到了波兰 而且重型武器装备 向波兰集中 这样对于强化作战防御 有重要作用 但是众多北约国家认为 一旦这个点位一旦突破 那么这种作战行动 会由于共同防御条约 而把自己全部拿入其中 所以烟火烧身 会成为一个现实 所以多数北国家认为 如果真的城门石火 最好不要秧极吃鱼 本周美韩进行了 联合立体登陆演习 而日本方面的军事动作 也十分密集 我们来看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 9月2号 作为今年双龙演习的重头戏 美韩两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演练了立体登陆 报道称 演习一开始 韩军无人机侦察部队 传送侦察情报 美韩特种部队 随后在海上和空中 渗透并诱导打击行动 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 和攻击直升机 从美军舰艇出动 为登陆作战铺路 美韩登陆部队 乘坐韩国登陆突击装甲车 和美军两栖轮式装甲车 进行海上突击 气垫登陆艇 向海岸投送装甲力量 与此同时 美韩登陆部队 从空军C130运输机空降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及韩国陆军 出动多架直升机 进行空中突击作战 9月2号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 吉田归秀 在接受日媒采访时 谈到对国际安全局势的看法 他称 战火正从欧洲和中东地区蔓延 并强调 最重要的是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 吉田归秀 还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 另外 日本防卫省近日确认 海上自卫队 鸟海号驱逐舰 将加装战斧导弹发射功能 鸟海号是金刚级驱逐舰的 4号舰 1998年服役 目前 该舰正在长期进行大修 另有多名日本政府人士 本周透露 已决定参加澳大利亚海军 引进新型舰艇的竞标 据悉 日本打算以海上自卫队 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 进行共同开发 而这也是5号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日澳2加2会谈的 主要议题之一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杜先生 我们看到美韩本周进行了 这种声势浩大的 联合立体登陆演习 那其中呢 您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那另外他想要传递一些 什么样的意图呢 这场双楼演习 跟之前的联合登陆演习相比呢 在环节行动武器方面 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我去观察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呢 整个的四板斧很有技术味 你看这次演习 首先是通过无人机 进行对目标的侦查 而且要试试回传 对对方的部署调整 包括整个兵力配置体系 进行详细的这个研究 最后发动攻击 而且随着情报不断地调整 它的攻击对形 火力使用 包括作战行动 也会做出及时的变化 所以这跟以前相比一不一样 它戴上一顶最大的 无人机的帽子 第二呢 它是特战部队渗透 在主力进行攻击之前 首先通过无人机的情报 以及特战部队 快速渗透引导火力突击 这样呢 比大部队暴露在宽大正面的突击 损失要小得多 另外呢 速度很快 机动性很强 便于发挥信息火力 组合的一些基本优势 再有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空中突击 你按照它的说法 舰载机 包括固定战机 轮流队纵深的目标 进行火力突击 通过几个轮次的打击行动 前沿的防守兵力 有可能会溃散 纵深的防守渔部队 有可能会逃跑 这样它所形成的摧毁能力 包括对纵深的打击效果 也会得高分 最后一板斧 就是联合登陆作战 你看现在 有这个韩国的两艘登陆舰 有美国的登陆舰 而且如果大量使用 新型战车快速突击 这样作战方式 就会出现一个叠加效果 第二呢 从整个的武器装备来看 很有实战味 你看这次出动的武器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武器 都是像马路导号 独导号 包括美国的两栖舰 规格很高 而且舰载机 包括两栖突击车辆 也进行了新的设计 所以从整个的打击流程 包括作战部队 相互组合去看 这个编组完全可以 和实战编组化等号 形成强大的突击能力 我想这次也来的行动 势必会对半岛南北局势 起到一个催化效果 你实战味越浓 这个技术味道越浓 说明对朝鲜威胁越大 如果朝鲜也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 进行反制 那么双方 螺旋式对抗的烈度 也会进一步提高 所以这次双龙演习 对半岛局势会产生严重冲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动向 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 本周在接受日媒采访时 是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 那么此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 抛出这样的言论呢 首先我们会看到 日本的统合幕僚长 在试图进入他的新角色 因为明年根据日本的机构改革的设计 要产生新的统合司令部 统合司令部负责对自卫队 进行调配和指挥 那么统合幕僚监部 他的职能将更多的聚焦 在这个安保 以及自卫队的这种战略方面 来进行协调 所以现在统合幕僚长 在谈到日本的周边安全事态 谈到日本和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时候 正在尝试进入新的角色 能够体现更多的所谓的战略性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老毛病 现在就是动辄谈周边试探 谈周边事态当中的所谓的威胁 进而指向中国 言必称中国 在这一套逻辑当中 首先是要渲染 日本现在在安保方面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然为日本进行自身的 这种防卫能力的建设 提升自卫队的职能 甚至让自卫队产生更多的进攻能力 来进行铺垫 而同时很显然是在配合 美方的一系列的说法 尤其是涉及到海的问题 不管是指责中国在东海和南海 所谓的改变现状 还是针对台海地区 不断地进行叫嚣 指手花脚 日本的核心的目的是 希望形成多海联动 配合美国 介入亚太事务的目标 同时也希望 在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当中 获得更重要的地位 那另外我们看到 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 要加装战斧导弹 这样的一个发射功能 那请教杜先生 一旦这个战斧导弹 加装完之后 它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 又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鸟海号是机缸级的四号舰 而且是仿制美国伯克级的原型 垂直发射系统是现成的 那个武器软件更新 美国会全力提供 一旦鸟海号实验成功 或者对目标打靶 取得较好的 这个命中精度和打击效果 这种布局将会快速推广 最后日本海上作卫队的进攻性 是战略性的进攻 而不是没有对陆攻击能力的战术性进攻 所以这一点呢 对于日本海上作为的计划 海人扩张 包括在海上 把核文宪法进行进一步践踏 有重要作用 同时呢 对于周边 日本认为是重要节点 重要地区的握手能力 也会大部分上升 如果放在北海道 但对俄罗斯远东方向的 重要的机场港口码头 都可以构成重要威胁 军事基地构成重大影响 如果在中国周边进行游荡 那么它所控制的范围和打击目标的能力 也会大幅度上升 那我们看日本方面 除了武装自己 还要把这个触角向外延伸 将要派出它的最上级护卫舰 参与澳大利亚海军采购新舰艇的 这样的一个竞标 那么请教苏女士 您觉得日本拿到这个项目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有可能性 但并非手到勤来 但是我们会看到 日本关注的不是一笔订单 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或者是说一笔买卖 是不是可以更容易地达成 而是作为自己推动防卫装备转移的重要的一步 首先从日本的角度来说 这一次参加竞标 当然希望澳大利亚方面注意 同时希望国际社会 更多的西方国家 也关注到日本的能力 不管是最上级护卫舰 还是日本的三菱重工企业 都希望能够打出名头 在这个日本长期以来 在这种防卫装备转移方面 日本认为自己一直是无语缺失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能够更多地发出声音 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而另外一方面 当然日本也希望 未来在与澳大利亚 在这种防卫装备转移合作方面 能够获得更多的所谓的优先权 那么日本也能够收获更多的利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军近期的一些新动向 来看短片 据美媒报道 美国空军近日宣布 将与美国雷神公司 签订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 以升级F-22战斗机的传感器 据悉 美军正在对F-22战斗机 六个方面升级 包括战术信息传输 战斗识别 导航 传感器 邮箱和电子保护 今年3月 媒体就曾曝光 一架在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亮相的 F-22战斗机挂载了新型红外搜索 和跟踪系统吊舱及隐形邮箱 此外 美空军核武器中心 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 举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指挥部成立仪式 这个指挥部由民兵三系统司令部 和哨兵系统司令部合并而成 报道称 美军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指挥部 总部位于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 在美国本土多地设有分支机构 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近日 美国新型战术核弹B-61-12的试验视频 出现在媒体 一架F-35A战斗机 在内华达州的某训练场首次完成空投 而投下的是没有核爆炸装置的真弹 此类活动是对B-61-12的运载工具 空气动力学弹体和控制制导系统的联合测试 方物新观察继续播出 杜先生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美军现在要着重对F-22战机进行多个方面的升级 那他想要把F-22战机升级成一个什么样的模样 跟20年前比的高达上相比 F-22战机好像它的缔约作用正在快速下降 特别是大批F-35战斗机的服役 F-22战机的光环好像一层一层正在被严重的剥离 所以现在我们通过六大件的改装 发现两个词特别的被放大 第一叫挣扎 第二叫余热 如果按照它的六个大件的改装 那说明目前的F-22战机 正在从美国空军实战的中心舞台向边缘跨越 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有了像油箱 基本上是把一个前世红外仪和半截油箱搞在一起 它一定要加挂在飞机两翼 如果加挂在两翼 那说明之前被美国吹上天的隐身能力 现在不重要了 美国好像通过这次改装 对F-22的失望程度已经达到极点 之前自己很固执 很执拗 专门布装这个红外和光学系统 认为雷达很牛 但现在如果加装 说明之前的技术路线有问题 有可能是对之前F-22战斗机 整个设计技术思路的这种颠覆 所以标志着美国下一代飞机 跟现在F-22相比 会出现重大变化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美军是把民兵三系统司令部和少兵系统司令部合并了 那美军这么做有着什么样的打算 两款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合并 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 而是美军看到这两款导弹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所以进行合并之后 某种程度可以互相补足短板 0.5加0.5也许可以等于一 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 美国对于自己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 其实在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是在进一步的凸显 比如说涉及到民兵三导弹 肯定很多的关注都非常熟悉 因为每年美国为了给民兵三来进行延售 都要进行试射 现在每年试射五次 试射的时候进行抽检 来看它的这种有效性可靠性 但是抽检当中是往往发现问题 并没有证明它的可靠性 所以这一款老化的武器 现在可靠性到底有多大 美军在进行评估 而在评估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更多的信心 所以一直以来是希望通过哨兵系统 对民兵系统来进行补充 但是哨兵系统也出现了自己的问题 尤其是在近年来 在不断投入过程当中 发现成本越来越大 本身想要一款先进的武器 能够替代老化的武器 但是当成本不断的飙升 而这个研发过程 也出现了更多的波折之时 美国是必须要通过 两者之间相互合并 来试图减少当前的这种不利影响 所以从这个动作并没有体现 美军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而恰恰是此前的这种穷兵独武 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在进一步的爆发 那接下来请教二位 我们看俄美的最近也关注了 美国用F-35A战机 投掷了B-61-12战术核弹的 这样一个训练 首先请教杜先生 您如何看待美国进行的 这次训练 那另外美国的核武能力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F-35投核弹 全球公开视频 全球公开数据 全球公开打击效果 两个意图 第一呢叫廉价战争 美国认为之前 这种土豪战争 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如果使用大量的昂贵 F-222去投核弹 那像金子一样带着核弹去攻击 这个不符合美国意图 那如果使用8500万的 这个F-35去扔战术核弹 他认为廉价平台 就可以完成战略任务 这一点对于美国 降低航空武器装备成本 会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武器装备 正在向智能无人 这几个方向转变 廉价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第二是捆绑战争 如果F-35能扔核弹 那么最后美国向全世界出口的 F-35弹头机 意味着都可以扔核弹 所以最后向外出口 F-35弹头机 它卖的不是一架飞机 而是一个核弹投掷平台 这样更多北约国家 都会把这种武器装备神化 所以这种具有广泛意义上的 门槛较低的核突击平台 会对美盟友的捆绑能力出现进步 那刚才我们说俄媒 关注了美军的这一动作 接下来俄罗斯会如何应对美国 关于战术核弹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从这个具体的政策来说 俄罗斯在推出新的核政策 就是当北约 当美国降低门槛的时候 俄罗斯也可以降低门槛 而且降得更低 产生更大的威慑效果 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 现在美国在发展这种新的核弹 那么俄罗斯方面会采取 不对称的方式进行应对 俄罗斯并没有忘记 在冷战时期 两大阵营相互对峙 而苏联最终被拖垮的历史的教训 所以现在针对美国 在先进武器方面来进行投入 那俄罗斯是要采取 另外的路径来进行应对 而并非简单的硬碰硬 当美国关注战术核武器的时候 俄罗斯可以关注战略核武器 可以关注高超音速导弹 相互之间的结合 产生更大的这种杀伤性 进而威慑美国 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从现在来看 确实在美俄双方对峙加剧之时 核成为了一个关键词 成为了一个敏感因素 如果双方都在加码 都在不断地使用招数 来进行过招的话 那么未来爆发风险的可能性 会进一步地提升 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当前形势下 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 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减少战略风险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点评和分析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